搞定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好奇发 这个鱼缸呢 之前就是养大猫和福厄的 然后大猫和福厄搬出去以后 这个鱼缸就空下来了 然后今天我就花了半天的功夫 把鱼缸清理了一下 然后消了毒 重新灌上水 然后我刚才把鱼缸灯 也给换了一个 放了点条小草精在里面 让他们闯钢用的 之前我那个一米一的大缸 刚做好的时候 就有粉丝朋友已经猜到了 他知道我大缸做完以后 肯定会把大猫和福厄 移到大缸里面去 然后这个缸是用来养银龙鱼的 我想说你真的很聪明 我下一步要干嘛都已经被你算找了 没错 这个缸清出来以后 就是用来养银龙的 银龙呢我已经下单了 我想要不了几天 就应该可以到了 但是大猫从这个缸搬出去以后 说实话这几天的状态不是很理想 但你们过去看一下 那你们看 大猫这个状态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反正不趴缸了 油动倒是会油动的 但是胆子特别小 我稍微只要一碰玻璃 你看 它立马就穿到脚肉里不动 然后呢我前两天给它喂的食物 它是一口都没吃 全被福厄一个干了 福厄这两天你发现没有 粗了一圈对不对 还有这个黑鱼 视频发布以后 你们就一直说黑鱼难道就不能来这个缸里吗 然后后面我把黑鱼也请过来了 请过来以后我发现 这个黑鱼啊 如果你养好了 它不比雷龙差 你们发现没有 一样是高翻 对不对 就是大猫这两天我真的很头痛 今天呢还没喂食呢 要不我弄几条泥鳅试一下 看它吃不吃吧 我这108条泥鳅 我现在是没有108条了 估计还有一个八九只条的样子 全让我喂的差不多了 好了 这几条应该够了 给它们试一下看吃不吃 我先放两条吧 放多了 等会如果不吃的话 我还得把它捞上来 先放两条看一下 福厄应该会吃的 大猫 你看大猫没反应 我再给它们再投两条看看 再去两条 看看什么情况 诶 福厄去了吗 抓到没有 福厄抓了一条 你看福厄没受多大影响 就是移完钢以后 福厄没受多大影响 但是大猫的影响特别大 诶 是不是有食欲了 你看 有反应没 是不是去抓泥鳅的 没有 没有 它到泥鳅旁边 依然没有下嘴 都是这个福厄现在满牛皮 福厄近两天吃的蛮饱 这个大猫真的有问题 你看 泥鳅在旁边 它就像没看见 真的有问题 和之前 仅值是两个样 之前不管你放什么 它拼命抢 就算食物在福厄嘴里 它也会去抢 但是现在 无动于衷 只是在里面游动 这个真的有点 很头痛 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有什么主意 可以 推荐一下 然后这里还剩个 四五条五六条的样子 就不喂给它们了 喂给它们也吃不完 喂食人鱼吧 食人鱼这两天没喂 我发现这个食人鱼 总是能讨到巧 大的小的 好的坏的 全给它干了 都给你吧 还有个五条的样子吧 还是食人鱼厉害 你看 一口一个 这家伙吃东西 真的没得说 我去 这是拼命在里面追啊 拼命在里面咬啊 这里还剩两条 现在不吃了 不吃就算了吧 什么时候饿了 你自己在吃 主要是大猫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可以让大猫进食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评论 谢谢大家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